象徵閩南的廟會鎮頭 代表客家的客家戲曲 由桃園縣政府主辦的 多元族群嘉年華活動 請來不同族群的表演團體 讓民眾感受多元文化的魅力 另外主辦單位也邀請上海姑娘李亞莎 金曲歌手關林芝 蕭黃琦等人 重新詮釋台灣作曲家鄧宇賢的經典老歌 縣長吳枝陽也在台下和民政一同欣賞 因為我們桃園縣有90萬閩南人 80萬客家人 全世界 全台灣最多的86個眷村 16族的原住民民族 以及13萬的外籍配偶跟勞工 桃園就是多元文化的特色 今天大家用最愉快的心情來享受 各種族群所代表的歌謠 桃園年底升格為直轄市 縣長吳志陽也表示 希望透過多元文化融合 展現桃園的染實力 因為我們要是國門之都 我們要展現我們台灣多彩多姿的文化 我們要設立一個直轄市等級的圖書總館 讓我們桃園的精神文化有個中心 第二個我們要設置我們這個國際的美術館 還有我們一個以這個閩南文化為主的博物館 在大溪 牧義生態博物館 接下來我們把桃園設計成全世界的 客家音樂的這個一個中心 以及原住民16族的文化會館等等 希望讓桃園成為最多彩多姿的多元文化 活動壓軸 也由縣長與兒童合唱團演唱多族語言的族曲 象徵桃園多元族群社會 未來也希望透過戲劇 舞蹈和美食等活動 讓大家看見桃園之美 中央設計的張志彥 桃園報導